我们谈谈你个人的经历 因为你在总统府工作 两年担任总统府的发言人 同时在这之前 你也担任过行政院的发言人 也担任过民进党的发言人 然后你有在桃园市 又做过圆明局局长 所以你实际上跟郑文燦工作过 跟苏贞昌工作过 跟蔡总统过 跟赖院长也工作过 就你能够个人的观察 相对苏院长跟蔡总统 跟郑文燦这三个人比起来 他们的领导作风有什么不同 他们当然他们是非常不同的人 因为他们的政治的历练 整个成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养成 是非常不同的 苏院长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政治人 他是从基层的选举上来 尤其是在南部的 非常基层草根的一个选区 选出来的政治人物 那再加上他经历过非常多 更不要说他也是美利岛大省的 其中一个辩护律师 我想看尽了 也看过了 看遍了整个台湾民主发展的历程 所以他是比较这种 这种不能说草莽 应该说是这种比较这种 海派的这种性格 他在处理非常多事情的时候 那他是非常的决断 那他也有他的组建 也有他的主观 那当然这一些决定 都是立基于他过去这数十年的 成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养成 那郑市长呢 就是其实他郑市长 没有大我多少岁 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年轻 然后点子非常多的一个创意人 那说来好玩 他当时2014年 从来没有人预计 他那一年会当选 那那一年呢 其实他竟然当选了 那个时候他要组成他的小内阁 那光是讲他为什么选上我 这一件事情来说 那他的逻辑非常简单 他的小内阁呢 希望给人耳目一睛的感觉 那他自己也是一个 相对年轻的一个市长 所以他希望呢 桃园整个年轻化 所以他就认为说 我们来可以这个选一位 因为我是原民局长 所以他希望挑选一位 相对年轻 然后是全国的原住民 都认识的一个原住民的 那个人物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可是因为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我在原民台播新闻 播很久了 播了十年 那我要描述的这个 不是说他的未经思考 或者说他的即兴式的思考 不是 而是他非常的勇敢 那当然我个人的学经历 我想是符合他的期待的 这是一个前提 那我想他并没有随便的挑选一个人 可是他愿意非常勇敢的给新人机会 而且我觉得在用人的方面呢 非常的勇敢的 也愿意的给新生代一个训练的机会 那这个反映的不只是愿意传承 也在于他个人的自信 我想不管任何一个老练的菜鸟的局长 在他的带领之下都可以带领这个 让桃园更好 我想这个是他给他自己的目标 所以在光是他任用我 或选择让我来作为他的小内阁的成员之一 的这一件事情上面 就看得到 他是属于比较勇敢创新的那一个世代 那蔡总统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学者 那其实跟他讲话 真的有时候尤其可能因为我是女生 那这个他对我 我经常会觉得他是一个 就是非常关心学生的这样子的老师的口气 教授 对 他其实是一个 我自己感觉他是一个政策控 他其实是非常喜欢谈政策 谈政策 而且非常视节谈得很实 对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sharp 然后对非常多政策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见的人 只是他的喜怒哀乐不行于色 所以有时候大家会不知道 他现在是快乐呢 还是高兴呢 这个要揣摩上意有点难 那不是揣摩上意就是 他有时候会 他就跟这个比较草根 他比如说苏院长这种基层 因为他一定要跟民众拔暖这种 的那种跟人互动的模式不太一样 所以每个人都各有各 赖副总统也不一样 赖副总统也不一样 他又是另外一种type 赖副总统其实不一样 赖副总统大家看他非常的严谨 那其实 因为在这边就讲一些贴身的观察 其实他是一个 他的感情其实非常丰富 大家是看不到那一面 其实我记得在几次 拜访一些群众 在一些事件 不管是公安的事件 或者是说到山区 到偏远的地方 慰问这些 在生活中陷入困顿的人 赖副总统对于 尤其对于社会底层的人 的关心跟感动 他的情感是异于言表 那他也是一个非常容易 例如说他在看见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 这个对方哭 他其实也是会跟着流眼泪 对 这可能跟他家庭 他的出生有关系 好像爸爸是矿工 对 然后妈妈现在还在新北 他妈妈不在了 他妈妈不在了 但他是新北人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政治人物 他个人生命经验的养成 会带领他在成为一个领导人的时候 他制定政策 或是说他与人相处的时候 都会有很不一样的风格 那我当然是非常有幸 我觉得这是我的privilege 可以跟那么多 那么多这个目前台湾 这个顶尖的领导人一起工作 各位朋友 我们的YouTube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 搜寻三国演义 一二三的三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 订下去